欢迎收看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集要继续二项式展开的讨论 那我们上一次有留下 就是最后一题 最接近完整版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利用它来 复习一下我们上一集所教的 那我们呢把这个 A加B的 十次展开会怎么样呢 如果前面N次的话 后面就会有十件N次 那在我们开始写之前要先讨论一下 到底这样子 X会几次 因为根号X其实是X的 根号X是X几次 二分之一次 而这个X 负X分之二 它又要怎么写呢 它其实是X的几次 如果不管2的话 它是X的几次 注意哦 X在分母是负一次 所以它是X的负一次 然后它是负二倍的 X的负一次 可以吗 然后这样子十次的话 所以说呢 我们说如果你前面取N N个后面取十减N个 你就会有C十取N 然后前面 X的二分之一次的N次 然后负二次 我们把N 我们把X跟不是X的分开形 负二次也有十减N次 然后X的负一次也有十减N次 可以吗 那于是把X的部分整理起来 所以你X到底有几次呢 有二分之N次 然后这里是负的十减N 所以是负十加N 所以是二分之N又加N减十 所以是二分之三N减十次 然后系数的部分会是 负二的十减N次 乘以C十取N 结果它问啊 X平方向呢 那就是用这个 二分之三N减十等于2的话 那二分之三N就是12 那N其实是8 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系数就会是C十取8 然后负二的二次 是180 那如果它要常数项 常数项是X的几次 0次 所以 好 那所以二分之三N是10 然后N是三分之二十 那其实不可能 N不能不是整数 那最后的答案就是说 没有这一项 没有这一项的话 系数是0 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个问题 A加B加C的八次展开之后 问你 这个A5次B平方C的系数 也就是说 如果你对于我们前面介绍 二项式展开 为什么是这样 那一个部分有认真听 而且有理解的话 你应该可以了解到说 我A加B加C的八次呢 它等于是有八个括号 总共有八个 那这八个括号乘 每一次在乘的时候 你每个括号可以决定要出A还是出B还是出C 所以总共其实全部展开来会有 这个三的八次 那里面有一些重复的啦 所以合并合并之后 他问你说A5次B平方C这一项 那这一项是系数会是多少 因为他都没有带数字 对不对 他都没有带数字 所以如果你有A5次B平方C 他就是来自于怎么样 五个括号是A 两个括号是B 一个括号是C 然后你每找到一种 就是系数1 然后看你会找到几个 那你的系数就会是几个1 八个括号里面 五个出A 两个出B 一个出C 那要了解到其实第一题的答案就是 8接除5接2接17 那如果习惯用C的人 他可能会写C8取5乘C3取2 那附带一题啊 我刚刚说全部整个展开来 还没合并之前有38次嘛 那合并之后会有几项 就是A加B加C等于8 8一定会被分完嘛 然后8没有差别 ABC有差别 所以是H3取8 那问第二个小题 问你各项系数核 所谓的各项系数核这个东西啊 他在不论任何时候都是F of 1 你展开来整理完 那你是不是就有很多项 就前面都会乘系数嘛 这个时候你把位之数都变成1的话 那你自然而然就只留下系数 不展开跟展开来整理完 应该是同一个东西嘛 那你不展开 应该其实X用1带进去也应该是 就是各项系数核 那这里我们要带的东西有三个啦 就是要把A也带1 B也带1 C也带1 所以这样一来你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这题的答案就是1加1加1 不展开啊 直接带 然后8次 就是3的8次 我们刚刚不是在讲说你全部乘开来有3的8次这么多项嘛 每项的系数都是1啊 所以总共就是有系数 总共系数合起来就这么多 好我们来看这一题 他说1加X平方加上1加X平方的平方 1加X平方的3次4次 好一直到1加X平方的20次全部展开的话 X4次向系数为何 这个展开是没有X4次向的 这个展开X4次向系数是1啊 因为121嘛 这个展开来呢 四次的话就是要后面两次啊 所以1 3 3 1这个系数是3啊 那你会发现 就是说我这个1其实是C2取2 而这个3是C3取2 因为我就是后面要有两次 所以取2 所以其实这个展开来的X4次向是后面要两次嘛 那前面也两次后面也两次 4接除2接2接 他其实是C4取2啦 那就是这个6 这样子 那下一个就是C5取2 一直到怎么样 到C 20取2 那其实这个是一个 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 这是巴斯卡定理的计算 他是1就是C3取3 C3取2跟C3取3合起来是 C4取3 上面一样下面X1 的话上面加1下面留大的 所以这两个合起来是C5取3 这两个合起来是C6取3 那于是你就会发现 最后都会比上面这个多 这个也多1这个也多1 所以最后这里会变成是C2C取3 可以吗 这就是这一题 再来看这样的问题 说A-B平方加C 5次展开后这样子这个系数为多少 那我们可以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这里呢 A-B平方它虽然展开有三项 可是我们不用展 但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说 你一定要乘到前面才会有AB 可以吗 而且你展开来有A平方向和AB向和B平方向 它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 这个展开来之后是A的次方 和B的次方会是2 只有这里才会有A和B的次方 这个负责提供C的次方 所以我们最后来观察这边 它的A次加B次共6 也就是说怎么样呢 它其实把前面这个抓三个了 然后C两次嘛 后面这个只有抓两个 所以它会产生这一项的原因 一定是因为 它首先有了一个C5取3的 然后这个呢 会有三次 然后这个3C呢 会有平方 然后呢我们要去思考说 那我A三次跟B三次怎么从这里产生的呢 其实它就是A-2B平方又三次的话 它其实是A-2B的六次嘛 对不对 那所以道理很简单 里面你要有前面三个 后面三个就是C6取3 所以最后这里的答案呢 它会变成C5取3乘C6取3乘 这个1的三次 然后-2的三次 然后这里也有三平方 然后才有了A三次 B三次和C平方 那所以这个是9 -8 -10 然后C6取3是20 -20 -0 然后我们来看这一题 这一题其实柔和了前面我们学的很多知识 它说三数满足这个 首先你要先看懂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用A带进去 X三次-9X平方 加8X 加7等于0 -8X加7等于0 如果用A带进去是会让等号成立的 如果用B带进去也会让等号成立 那如果用C带进去也会让等号成立 所以其实ABC都是这个直根 换句话说它最后讲的恰为A加B加C呢 就是所谓的三根和是-A分子B在这里是正9 就接着来看这里前面写 这个 1加KX的9次展开后的平方向 它会是C9取2 那结果平方向代表这个会乘到2 其他乘到7次 乘上K平方X平方乘以7次 结果它跟你说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先整理一下 这个X不用拉1也不用看 所以它的系数是什么 是C9取2的话是9436 K平方等 他跟你说这样子是9 1 4分之1 所以K会等于 注意哦 扭正负2分之1 可以吗 好我们来看这一题 它说有1-X4次乘上1-X3次 整个乘完展开后X平方的系数是多少呢 接着我们来看这一题 1-X4次乘上1-X3次 问你展开后X平方系数是多少 那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X平方它不见得是从这里出来的 所以你不能说我这个取 这个展开后 X要有两次嘛 所以C4取2 这样是不对的 那所以我们要去讨论一下 X平方可能怎么来 它可能是两次乘0次 就是后面出常数 有可能前面是一次 后面是一次 也有可能是前面是0次 后面是两次 那其实也就只有这三种可能 虽然我们后面这个根号X 是X的2分之一次 可是因为你前面没有2分之嘛 所以你要嘛就是一次出两个 就是出到一次要嘛就不要出 那重点我们刚刚有讲到了 这个根号X是X的2分之一次 可以吗 好所以呢 如果我之前面两次后面都出常数的话 那首先我前面这里会有一个C4取2 然后1的平方 然后负1的平方 注意一下这个X有系数负1 所以不要漏掉这里 然后后面这里呢 X都不出 都出常数 所以是C3取0 然后1的三次 那如果是前面一次后面一次呢 它就会变成是C4取1 1的三次 负1 因为X系数有负号 有一次 后面这里呢 这个总共要有X要一次 那因为我X是 这根号XX的2分之一次 所以它等于是后面要有两次的意思 所以还是一个C3取2 然后1有一次 然后负1有两次 因为根号X要两次才会变X 可以吗 这样合起来三次嘛 这样比较合理 如果前面都没有的话呢 是C4取0乘以1的四次 那这样子一来后面就要有两次了 后面能够两次吗 不能 最多就是2分之三次而已 所以是这两个加起来就好了 看起来好像有一点麻烦 其实也不会 算起来也不会麻烦 就是要想清楚 这个负1平方还是正的 所以这个是6 然后1的平方还是1 所以这里是 那如果是下面这个呢 C10取4是4 所以算起来是-1 结果这两个合起来 可以吗 那接上到这里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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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